月初离世的香港资深演员夏平 8月20日早晨在香港万国殡仪馆出殡 干儿子林家栋一早到殡仪馆打点 夏平的生前好友艺人张国强、刘江、安德尊等也有到场现身送别 另外当天早晨约9点左右 林家栋跟随着夏平的灵鹫走出殡仪馆 身穿白色衬衫搭配黑色裤子的他 戴上眼镜面容憔悴 林家栋在场帮忙安排亲友上大巴 出发到香港将军阿华人永远坟场 送别夏平最后一程 而一位中年男人以及一位年轻的男子 披码带笑坐在林车上 相信是夏平的儿子跟孙子 夏平1964年曾与演员江一番结婚 但是一年后两人就因为性格不合离婚 期间生下的一男一女后来交给前夫照顾 之后虽然经历过一段长达21年的婚姻 但夏平没有再生孩子 第二任丈夫1991年离世后 夏平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 跟亲生孩子也几乎断绝联系 反倒是跟在TVB拍戏时认识的干儿子林家栋 感情心如亲生母子 母方全媒香港报道